大家好,欢迎走进老兵说武器 现在美国国家都在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 迫于形式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在积极研发战斗机 就算不能研发战斗机,买也要买到 就在不久前,美国又研发出一种新型的战斗机 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来看看吧 美国一直以来在科技领域就是世界毋庸置疑的一流水平 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 在美国高层宣布B-21轰炸机将具备携带空对空导弹的能力后 关于这款飞机是否能够与美军第六代战机的匹配猜测也如火如荼 喜欢了解军事的网友都在关注着美军的这一战斗机 有的专家认为美国可能会开发出一种非意式无人机 以此来作为美国第六代战斗机的本身 如果真的如专家所猜测的 那么如果这款战斗机真的出身 那么它的战斗机完全不逊色于F-22跟J-20战斗机 可以这么说 美国在B-21轰炸机上面的尝试会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另外在进入21世纪以来 美国他们虽然开发了F-35战斗机项目 但是一直以来所取得的成果不是很大 所以这对美国来说真的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咱们再往另一方面想一想 根据美国媒体透露 想要拥有第六代空优战机 就必须付出差不多3亿美元的代价 这对一些不太发达的国家来说 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根据这造价来看的话 第六代空优战机的造价是F-35的三倍以上 这就需要很大的开支 所以这个项目一直遭到美国国内的抵触 但是即便是这样 美国的军方依然没有放弃 对类似B-2轰炸机的研发和投入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美国的军方一直在研发这种战斗机 但是并没有取得显著效果 而且还亏了不少钱 但是美国有的是办法弄到钱 所以这些小钱对他们来说不值一提 反而让美国坚定了决心 一定要研发出来这种轰炸机 而且他们还累积了很多经验 这可是无价的 现在研发的美国战斗机 也许会搭配人工智能系统 和无人驾驶技术和隐身功能 它将会跟B-2系列的战斗机 一样承担起美国打击远程部队的中间力量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有老兵说武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